点狱长勤奋 皆矫正属忽身高 此上谈兵 动为死病人类 然后如果发生其他状况的话 我们都要消灭 因游在尔 几个月前高雄监狱才办过一场逼真的监狱演习 不料昨天竟然真的就出事了 台湾史上首度发生受刑人抢枪挟持点狱长逃狱事件 高雄大辽监狱点狱长陈诗志出面谈判 和街务科科长王世昌变成人质遭挟持 今年60岁的陈诗志去年1月接任高雄监狱点狱长 比身很好 从学校毕业分发担任介护科长开始 就经常以兼锁为家 有名高雄监狱资深管理员说 陈诗志处事一般一眼 操守很好 跟过很多点狱长 他算很好的了 经过历练 当上点狱长后 人不改积极 勇于认识的作风 甚至自愿当人志换出副点狱长 可看出他是非常有gas的主管 先任矫顿署长吴献章明年将借铃退休 从文风评价的陈诗志是接任署长允选之一 有新闻高雄报导